章魚現在坐在這邊對不對 我是冷底 而且現在這裡的空氣很冷 我在這個是溫度的側翼鏡 我現在沒有 我現在直接對著她的腳 好 32 就蓋住你的腳 什麼電毯啊 電暖氣 就這一年 我全部都不需要這種東西 你看我們這樣聊天的過程中 我可以再來量一次 她的 會變嗎 不可能啦 那個蓋一下 是冷底喔 剛剛是32 現在多少 35 才蓋一下欸 而且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它都沒有蓋到膊蓋在腳上 那我現在是側脖子 所以你們就相信我剛剛說的那句話 它是讓你的身體 讓你的整個身體 維持在最佳狀態 而且它的脖子那裡是最空的地方欸 但是它身體暖起來 所以這邊就暖了 這支是我剛剛說的那個魔法背 陪睡神器 石墨西殘屍背 妳摸在床上喔 很舒服 妳們可以摸 它又暖又輕又薄 妳們摸 而且它非常的薄暖 而且當然它真的很輕 它真的很輕 很輕很輕 我好怕那種藥膚感 而且不管 不管你的體質是 冷底還是鞋 它通通可以找定 其實這件被子呢 它厲害的地方是 讓我自己的身體變暖 它的整個架構 它有80%是醫療級的石墨西 然後其實石墨西就是 導電導熱是用最快的速度 對 重點它是讓我們自己的身體 變熱 在最快的時間內變暖 就會一直維持在一個最佳 最溫暖的狀態下 哪怕是這個時候 可能你的枕邊人進來掀開被子 是不是就接觸冷空氣 然後它才進來 你身體還是暖 男人大部分都是熟對 可是它進來這個被窩 它也可以蓋得住 它另外還有一個很要好的成分叫做 纖維皇后的殘屍 你想想看天王級的石墨西 加上天后級的殘屍混在一起 對 天王跟天后加在一起 那就是什麼雙渦輪的跑車 懂車的人就知道那個 那個快速讓你整個身體變暖 因為石墨西這個材質 它就是深層的傳導 會讓你的速度很快 那不只是只有裡面 它包括它的表面 也是會讓你覺得熱熱的 你不會因為接觸空氣 而覺得說 不會冷掉 不會的 所以可以雙面蓋是不是 也可以 都可以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 碰到皮膚有一個很神奇的感覺 就是我想睡了 我跟你說 真的 又很助言 最主要的是它有科技的殘屍膜 那它把它用成線一樣 織在裡面 那這個概念我跟大家分享 我們小學的時候都有養過殘寶寶 有 它是不是會吐絲 然後結成一個繭 這件被子蓋上去 你就會覺得你自己是在 像殘寶寶一樣在那個節裡面 我隔天起來精神超好 如果我們睡眠時間短 可是我是深層睡眠 很重要 因為你在這個背窝裡 就是很舒服的 如果有些人喜歡裸碎 那個感受會更有 而且我會裸碎的啊 會超無限 你可以修復什麼 比方說我們 我們有時候皮膚比較不好的人 看到一些質料差的 你就會裸碎 就開始癢過敏 就會癢過敏 因為它有那個殘絲在上面 所以呢 它又有那種天然的胺基酸 那你接觸之後 包括小腿皮蓋都沒有問題 對 所以 很多人會有那個什麼 小背背 有認床 認背習慣的人 我覺得 有這個培睡神器 這個很棒 那些東西都可以忘記 很棒的分享